另一場中了一杯福賽的賽事 藍華對流浪 你看到很熟悉的葦璃 這次紅球隊長 藍華的審問員威娜 山道士 藍華的中場靈魂 輪到流浪的中場靈魂球員 就是這個鹹紹偉 這次利亞利亞的前鋒 佐治亦相遇復出 趕及這場賽事 擔任流浪的前鋒 還有一個卡職域 就是藍絲拉夫的前鋒 比賽開始了 這場球去到大球場進行 在打完七人攬球邀請賽後 大球場大家看看落精 看看草地保持完美 就是經得起考驗 以後的大型賽事 就可以在球場方面 一直進行下去 不用擔心草地的問題 剛剛這個球直線球 被流浪的青道夫恩力健解了位 有個健威扔進來 將金華回來救球 這個球頂得不漂亮 批了下去底線 流浪是輸過角球的 蔣世豪開近處 加夫李就是受到 南華前鋒的威脅 這個球再拍出底線 又是同樣位置 這次又是蔣世豪開遠處 雅朗西是受不了的 卡根洛夫再勾過來這邊 七樓的歐偉倫跳起 壓倒是李偉文 李偉文身材矮過了 歐偉倫被他壓著來頂 這個球是突避入網的 開球之後的兩分多鐘 南華才開記錄 但是天氣反而在這個時候 就開始灑魚 事實上在這個比賽的當日 星期五的下午 香港的天氣也是一般的 幸好是大球場的草地還撐得住 這個球就是這樣 壓著李偉文而撐進去 1比0 南華先領先 南華開這球 亦與卡夫利無關的 相反,流浪的教練 北惠康就很沉著 看戰局發展如何 這個球一批出來 幸好後面有人解圍 然後這個球沒辦法 轉來轉去,唯有給張金華 張金華剛好 一夾的時候 被顧鎮徽拍了這個球 再彈上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球是梁鎮徽 拿來拿去 中間後面左字偷到那個球 再踢過來,看誰包快 終於有南華球員 有手位包回來快 如果這個球比左字 再推前一點去到 就有機會了 阿欣,你見面 比比橫,阿郭 胡耀郭看遲不遲 現在才偷下來 看看這個球是否能進去 這個球是否能進去 鬆起來,好球 韋仔又是復兵成下 我記得韋仔最近有很多入球 而頭錘頂入球也不是小健 在銀牌的賽事 對東方的形容 就是靠他的頭錘搞定 這個球亦無隊友 卡職力一推過來 卡神追不及他 唯一送過來 中間又是被韋仔撥兵成下 頭錘頂合 1比1 這個頭錘可以說是流浪的強心針 好,打成停手 又是再度牽引高潮 流浪的領隊就是班主林大輝 韋仔中的球,先回到後面 三道子和韋仔鬥 兩個韋仔最後叫韋卡職力 卡職力一個場傳給他右邊的左翅 左翅,這個球應該撫得到 拉回來這邊,送過來中間 卡神回來 他不踢,這個球又慘了 卡職力又到 不踢,但自己一捕 把球都捕了一網 太陽浪就2、2、1領先了 卡職力,這個球散 不踢又死,不踢又死 不踢,漏了過來 卡職力有機會 看看這個球怎麼會害到擺盤 左翅,拉回頭 把球用右腳帶過來 卡職力到了,8號這個 他逼著用右腳 想撬球出底線 撬了一半 最後自己撬球入網 不用了,沒心機了 自己的卡職力在擺盤之下 看對方2、1領先 這個球比寶卡職力的中堅 卡根諾夫是一個簡洞莊 騙過了南華的前鋒 但他把球擺盤出界 歐偉倫,看南華第一球球員 基寶這個球批倒的球 直接攻門 但沒甚麼力氣 加夫利救出了 加夫利可能在開賽之後 那個精神不太集中 所以在這場球的表現而言 跟他過往穩健的作風 有多數會出入 2比1 流浪是領先的 3個入球都在上半場之內 是產生的 不分了 對著卡根諾夫 先做幾個假動作 再送回去 張家華擋到球 加一個右腳解圍 這個球好球 雙聯復足的左字 放來兩個拿環的守衛 最後那一腳推離腳 因此威娜出來 把這個球剷出邊線 這個球出現在上半場的法定時間 45分鐘的時間 剛剛踏正 左字如果這個球進來的話 就是造成3比1 拋離兩球了 好,上半場就剛剛打完 看完剛才左字的黃金機會不進之後 現在看看下半場是怎樣的 藍華現在落後一球了 基寶送到右手邊了 沒錯 九劍威 好,落體線回去 見到山道紙首先是升起頂到的球 紅是李偉文在空中大家互相碰撞 家夫你畢竟的經驗比較豐富 見到有球員受傷 立即趕過球出界 就趕球證可以吹停的比賽 看看李偉文和山道紙 大家的傷勢是否嚴重 其實這一下大家身體接觸 大家都沒有謀招出面 大家身體接觸在空中 大家都失了平衡 就跌落地 我看這一下沒甚麼大礙 我看這一下 現在見到山道紙就跌倒起來 又看李偉文這片頭怎樣 軍衣給我一口水 先想一想頭 沒事了 山道紙沒事,跌倒起來就沒事 看李偉文也沒事的 沒事了 大家當然沒事,可以繼續比賽 李偉文很緊張 現在球隊仍在落後 一球球給流浪 山道紙拿到這個球了 好,幸好跟譚紹偉兩個鬥搶 出了一山道紙,搶回這個球 送過來中間 張金華的左腳就跳不到 這個球都抑了,威仔 威仔罵了過來中間 被吳騰立追成2比2 張金華的這個球,為甚麼呢 他不知想躺下 用左腳勾斜的球 但躺下了,球都離開了 完全沒有辦法 看看這個球 他躺下想去 那怎麼辦呢?躺下了,球就彈高了 他無法抑了,抑了 不是,威仔… 威仔…底線拿過來中間 吳群立第一時間掃把球撞射 2比2,又再做牽理高潮 2比2,看看吳群立 這個可以說是南華的腹象 又是他,差點搞定 現在到歐衛倫 但兩個人殺了你 歐衛倫整份撞掉了 但球隊仍沒事 剛才欣力見和胡耀卿 兩個人一起結合你 應該是阿欣在後面 差點掃,如果掃正、撞正 他就肯定有罰了 球影施建明沒有罰 這個球,看到李輝立很緊張 好,當時南華又有攻勢 又來了,這次有五群立 卡夫里出來玩東西 過頭,自己追回頭 幸好卡夫里夠腳長 他勝出身高腳長 學到盡時,最後把球撞出來 否則這球又是世界 卡夫里這個球真可憐 真可憐,你看看他 他跑出來,不能陷入球的高度 加上下雨,一旦打過頭 幸好他夠高,蠟仔也快 但他夠高,整份都撞過來 用腳撞掉球 好,另外一次的攻勢 看看家庫里,牛金眼 蠟仔,地球撞過來 這個球有險 但邱建輝上來的時候 這球就去不了 劉德華,南華會的足球部副主任 也盡他短分,進來捧場 好,接著看看 沙維亞,這個球是普羅瓦外援 一直把球給上去,山道士 山道士再轉過來這邊 看看岑賠怎樣 一射,甩手 這個球基本衝過來 可惜基本是龍門口撞出球 這段時間,南華可以說 是禁著流浪來打 但沒用,始終沒辦法贏到流浪 記錄了,都是2比2 但大家看到南華的攻勢很多 這個球不勉強,又來了,即射 普通的做法 正常的做法都是逗遠處 但他不是 所以扶意料之外,馬上射到近處 家庫里也經驗好 封了一個位置,根本很難入 再強勁也入不了 艾朗西也助攻了 佐治回來 基布魯走右翼的位置 推過落底線 楊過,山道士起到腳 這次的家庫里不能打球 剛才開球的時候 當南華打開紀錄 我跟大家說過 就一直下雨 球場其實很濕滑 譬如張金剛才輸的球 那個球為甚麼踢不到 因為地上濕 球擠得發的流 跟他的判斷有些出入 梁錦輝 輕輕地打給李偉文 這個時候發定的時間 90分鐘差點到時間 佐治又有另一次的黃金機會 佐治這次又不是射不進 是頂高了 落點很漂亮 南華的口衛 同時是走漏了卡職域 以及佐治這隊的雙戰鬥 黑白雙殺 但是佐治又是頂不進 結果要加時 好,加時也是黃金入球的賽制 誰入球呢 誰就當贏球中止比賽 佐治又有一次機會 同時在這裡右腳射近 好,來看看南華的進攻又如何 如果顧錦輝 就把球副過來這邊 好,投球頂出不已 落到吳琴立 又拉著地球 吳琴立射這個地球 就看南華 取得四強的資格 因為是黃金入球的 吳琴立射這個球 球賽立即是終止的 好高興 看華仔很高興 僅僅一個黃金入球 再看看這個慢鏡 顧錦輝一副 射過去這邊 投球頂出不遠 吳琴立,見機不可失 右腳一射就射入這個球 結果南華淘汰流浪 看過兩場福賽的… 新的形勢